来老汇重量级音乐剧CAT 要改编上大萤幕了 电影版起来重量型的巨星 Taylor Sue来担任女主角 最近也公布了电影即将上档的档期 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期待 另外还让大家很期待的一部电影 就是捍卫战士2 就是Top Gun 2 那之前呢第一集的时候是很久以前了 那主演的Tom Cruise呢 当时呢因为精湛的演技 而巨美的外形而受到这个国内外一票的粉丝的热爱 一举成为了国际的巨星 那就是睽違32年之后呢 阿汤哥要再次出演了 相信很多粉丝会很期待 好的那大家再等一点消息 很快就能再看到阿汤哥主演的汉卫战士2 2012年曾以电影版《悲惨世界》 在全球创下超过4亿美金的惊人票房之后 新奖导演汤姆霍博将再度拍摄另一部经典音乐剧 新作品电影版的猫 将找来国民小天后泰勒斯加入演员阵容 还有歌手兼演员的珍妮佛哈德森 已经确认将单纲演出女主角魅力猫 格丽兹贝拉一角 其他将参与演出的 还包括詹姆斯科登与伊恩麦克莲 虽然目前角色还没有确定 但有消息传出 泰勒斯有可能会饰演爱调情的娇妹红骨猫 邦贝鲁琳娜一角 电影版的猫预计今年底会在英国开拍 稍早《环球影业》也宣布 承认在明年圣诞节跨年档期重磅登场 届时得和《星际大战》第九部曲 以及东方快车谋杀案续集展开正面交锋 势必将是一场激烈的票房厮杀 另外由汤姆克鲁斯亲自回归主演 回归30多年的全新世纪《捍卫战士2》 目前已在如火如荼的拍摄当中 除了阿汤哥之外 当年有参与演出的好莱坞男星方金默也将回归 让资深影迷都非常期待 但为了让最崭新的科技呈现出更完美的视觉画面 《派拉蒙》影业于日前申布 将原定的档期延后一年改为2020年6月上映 想要再次看到阿汤哥演出彼得米奇尔上位的粉丝们 还得再稍稍等待一下了